大宝,明天有一个拍卖会,我看中了一个竹雕笔筒。 如果你是我,你会如何辨别一个竹雕好不好呀? 竹筒雕刻艺术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工艺精湛程度、材质质量、设计风格和艺术含义。 至于竹雕出自和人之手、老不老,是否完整也是考虑的因素。 那么,怎样才算好呢? 精湛的工艺是指雕刻技术要高,图案要精致,细节要周到,拼接要精密。 好的材质质量指的是竹子要耐用。 好的设计风格是指设计要独特,线条要美观,颜色要和谐,与材料要协调,图案要创新。 只有符合这些要求,才能称得上是独特的设计风格。 你一口气说了那么多,我头都快晕了。 我们制作的这个健保诀窍图已经开放给大家使用,内容会不断增加和更新,连结已放在视频下方。 大家好,我是大宝。 请subscribe我们大宝妞频道,并打开旁边的铃铛,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芯片了。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